人气小声吴磊 4月3日 鲜身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 为他的蜡像举行揭幕仪式 吴磊身穿和蜡像一样的棕色长款风衣现身 更为自己的蜡像取名叫你好呀 而吴磊也特意的准备了墨镜 为蜡像戴上 并摆出BBOX的姿势 以及成功人士的pose和蜡像拍照 非常的帅气有形 赢得现场的粉丝应援声不断 那吴磊的这个蜡像插着兜感觉酷酷的 不知道当初他为何会想到摆这个pose呢 然后当时我就随便乱摆 然后他们就说要不就插个兜吧 感觉还挺帅的 然后当时我还想说会不会就是说 哎呀插个兜会不会感觉就是有点太 就不太礼貌 今天一眼看到果然是非常的就是你知道 感觉有点非常狂反正 不过我觉得还是很帅的 所以我很满意 另外说到蜡像是吴磊17岁时的模样 吴磊表示如果重返17岁的话 最想安稳的度过17岁 然后到18岁高考时不会改错题 看来吴磊都有一些难忘的经历呀 考试的时候永远不要改选择题 改的都错 此外不知道对于吴磊来说 最man的一句话又是什么呢 可不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呀 在我的生命里最man的一句话 就是导演的那两个字 收工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